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7日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有我们的义德台阳 各位早晨 我家餐生的大家好,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share和like 还没那么订阅的话,按下订阅和旁边的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上一节就骂了一些大藏的轮落到这个黑记的程度 造谣大藏 这一节主要就是说真正的黑记 我也不想骂他们的黑记 不过他真的是 偏帮黑人的记者 偏帮黑人的记者,那不是叫黑记,难道叫白记吗? 是白痴的记者 不过白痴真的侮辱他们的 好像不是那么好 就像我们叫人做黄虫 都是黄色媒体的盲虫分子而已 其实就不是侮辱人的 只不过是事实的陈述 是吗? 是吧 那这帮记者就在24号 搞完一大阮之后 就被警察 说你们如何如何 我们昨天也说过 这个警察就出信 说他们这个 苹果日报 和香港电台发生的事 于是这个香港记者协会 终于出声了 还击了 恶人又告状了 首先就记协出了声明 声明就说 向记协强烈谴责警员辱骂 集击及驱赶记者 严重损害新闻自由 就这么说 新闻自由大了吗? 新闻自由大了 其实新闻自由是大了的 但是呢 就是这么说 你们现在不是 争取新闻自由 你们是在争取着 站在警察和黑衣人中间 其实他们这帮记者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保护那些黑衣人 其实他们根本就是 黑衣人的保险套 是啊 他们是什么啊? 不好意思 他们是申请暴动的自由 帮黑衣人 开脱他们的罪名 这帮人没见过这么无耻 其实这帮记者 老实说我觉得 香港记者 有很多人说什么浸大 王毓民前议员的 那家叫什么? 珠海学院 又说很抱的 但是 他们很抱的 很抱的搞暴动 很抱的做文宣 帮人搞暴动 我觉得真的 他们这帮人 根本就是纯粹 其实就是跟那帮暴动人 是同一阶人来的 那他们就 讲到自己是说 你行第四拳天职 智力将真相公主于世 喂 我看了六个月 你们这帮福基 一次真相都没有报道过 我认为 其实那个真相就是有一帮人在那里煽动 一些无知的人出去暴动 而你们呢 将个矛盾纯粹指向香港 指向警察 指向政府不断放大 是的 将个矛盾不断放大 还有完全看不到那些暴徒的暴行 只是看到警察噴射胡椒噴霧 但是之后呢 之前呢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警察要射胡椒噴霧 是无端端射 是不是无端端射你先 当然不是啦 还有我都说警察其实因为 执行职务时候 有有少少的 error叫什么 就是少少缺陷是没办法 因为你 你那么多人现在是面对生命危险 你这帮人是想拿人命的嘛 拿刀的嘛 屠龙小队的嘛 还有枪呢 后来说拔枪了 昨天抓了个人拔枪了 其实说原来他是企图谋杀的 杀个姓林的 已经进展到这样了 还有放火烧人呢 是不是有些网台帮他们背书 是不是根本就在后面撑他们 根本有 我觉得有 有些人 就是 就是虽然他们不是杀人放火 但是他们比杀人放火更加多 那么腰带 就是那些 拿一亿什么基金什么基金 杀人放火那么腰带 他们不只腰带 就全身是金柳玉衣 是钱堆砌出来的 其实有时候记者 除了访问一些所谓的藏军 或者黄丝大V之类 为什么他们不访问一些造谣网台 你的消息是哪里收到的呢 他们从来不会问一下他们的 其实他应该访问一下 就是一般市民 真正的一般市民 主动和警察拍照的一般市民 你不访问一下他们 你要作一篇东西来说谎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你要塑造警察 就是暴力的全员 的根源 但是其实是你们这帮暴民 你们这帮暴民不断乱插搞 然后警察才要用武力去制止你们这些暴动 就是这么简单 是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网开始收了 我希望真的要好好整顿一下媒体 因为香港就是这样死的了 真心说你看看《苹果日报》搞了20年 其实我觉得整场暴动 都是《苹果日报》整整一下 就是20年之后加上泛民在合力 最后的终极结果 所以现在的话 我觉得香港媒体需要起码整顿一下 还有记者证是不是可以乱发 香港媒体是傻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外国的媒体 其实是会尊重政府的要求 这个香港的媒体是完全不理政府的 相反的 就算政府合理的要求 他也是不理的 其实你想想是多可怕 这件事其实不是单单只是可怕 其实还很可怕 就是因为他们拿着媒体的大老板 他们喜欢怎么就怎么 其实你说什么 什么严重损害新闻自由 你们那些老板有没有损害新闻自由啊 有没有只是要 那些记者只是偏向一边的报道啊 所以就是说 今次这件事看到香港有几样东西很有问题 就是有钱人控制了媒体 只是听有钱人说 基本上 是 尤其是李老板 是 什么 什么那个 现在媒体那些 还有 黎生那些 不不不 现在都 就是希望 就是这场暴动 就是 我觉得 都 都是 就是 完成 就是搞 就是差不多 七七八八 希望就只有后绪工作就做多一点 是吧 目前只能够是这样而已 是 真的 希望 实际上未必会做 是 那不是商台 商台是隐隐地去做 现在摆明去做 是 连港台都是 这两个电台我是不明白的 尤其是港台我是完全不明白在做什么 是啊 其实本来社会上已经有很强烈的反共情绪了 就是这么说 但是 你一点都明白了 商台 吸眼扣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先 因为其实呢 现在他们是将那个反共情绪 变了 就是 演化了 演化成为一个反中的情绪 所以其实是很麻烦的 因为你 其实呢 香港呢 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 一个地方呢 是要两边茶礼都要吃的 就是你不可以纯粹 纯粹听了鬼佬讲 也都不可以纯粹听了 内地讲 是不行的 就是我都跟大家讲 就是有些人听中央讲OK的 你不可以全部人都听了中央讲的 有些人呢 都要听一下美国佬讲的 就是其实是一个平衡来的 现在有人呢 就意图打破这个平衡 那就大惡了 所以香港不在福地了 如果打破了这个平衡 我其实明白 Wayman Wong说什么 就是 有些人是代表西方 跟阿爷谈判 有些人是代表阿爷谈判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个 就是打破了平衡 一打破了平衡 香港就不再是香港 因为你已经没有了自己特色 你已经是谈了一边的时候 你怎么谈判啊 怎么赚钱啊 赚钱就是从来都是要你两边 两边谈 就是香港这种形式的地方 是 那你两边谈的话 那当然两边都要 就是 哄得舒服啦 但是这次不是啦 这次其实 香港的媒体就是完全倾向了 西方那一边 那你完全倾向了西方的话呢 那阿爷就很不舒服啦 那阿爷 当见到你这个感觉很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会 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你一般香港人都很不舒服 是 还有香港始终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得说的 这些 但是王毅已经说了 是 其实王毅他在区议会选举之后 已经说了 无论你的结果是怎样 你们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应该都很明白 你们不要想着搞到推到的事情 不要想着独立什么 你们搞什么是无论的 你现在拉上撞毒那些 你真是大事啊 跟你说 阿爷底线就是撞毒 撞毒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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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 这些是他最后的底线 你们这些人就以为 黏着他很过瘾 我听到那些什么花蜜台啊 那些 哎 不要紧要 一定踩他底线 踩了底线 因为你踩了 你才可以令他后退嘛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后退 人家 一反咬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其实那些人是弱智的 现在说这些 就是政治操作 就是所谓的政治策略 和政治操作的人 你们傻的 隐火自焚 是 隐火自焚 是 绝对是 等于踩红线 很搞笑的那些人说 你踩红线 就会粉身碎骨咯 其实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你可以踩 那我们就捍卫 就是为中央捍卫咯 没办法 捍红线的 是啊 就是你 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香港始终都是一个商负 你搞这么多政治把鬼吗 就是 就是等于传统英国人 传统英国人根本就是为了商业 作出自己的外交政策 所有东西都是你商业的 香港人又说 我们很崇尚英国人 如何如何 你根本就学不到人家百分之一 你们这批人是 如果很崇尚英国人 就学不到英国人最重要的那样东西 又说Bewater 人家叫你Bewater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Bewater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要识盡 好像朝直一样 要识障又要识退 你们这批人一味是障 所以你根本不懂得报告障 打完泡 做完石头打完泡 变快泡沫 泡沫 你应该这么说 变了泡沫 你不懂Bewater 人家说你Bewater 哎呀我真的Bewater Bubble Bubble Water最低的那样 Bubble 浪花 人似浪花 偏黑 好疼 所以这么说 现在这帮传媒 其实你都是为自己 明天老乡不知到患立方 是的 如果你是这样一直倾向西方 你不会报道其他对政府好的东西 尤其是你港台 你不要看的 你是谁是你的sponsor 是吗 你这样的话 可以 撥款的时候 可加可减 你可以说 一帮议员 支持你 但是你不要忘记 建制始终多一点点 好像不止多一点点 现在这一刻 他们所有的赌注就放在 下一年的立法会选举 赢了的话 现在所有的赌注放在那里 所以其实建制是现在要快点重整回阵营 在立法会选举狠狠击退他们 这一次是一次大决战 我觉得起码守住现在现有先 我不敢 我不乐观说 击击败他们 守住现在现有的 还有样东西就是 你不要忘记 你只不过去电台 你可能有 有些记者好赢 好像那位肥姐姐那样好赢 但是你是没有购买能力 你不跟有钱人 你以为你是现在 现在TV的背后那些 你不是那帮人 你是被人家借用而已 你是一只碟来的而已 虽然你觉得很帅 美国那些人说 很帅啊 这位记者 发声为公义 但是不要弄到自己 好像 怎么说呢 又去不了大陆 又过不了澳门 最后那些 有钱人都用完 不好意思啊 你就碟烂烂的 澳门一只 绝对是 你被人碰的人 一定没有下场 而且我发觉有个趋向 最开头 这个刘世良那帮人 一美外陶杰 在这件事发生最开头 六个月前 一开始就说 我们不是搞独立的 我们是 不过是希望做自治的 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近段陶杰没有说这些 他休息了 留意一下 反而刘世良 突然有一段东西就转了向 我承认我是犯错 香港和中国不是命运共同体 这样说 于是他就走到现在这一步 他是不是傻啊 说这句话 我是听到他说 你不是的 你说什么 你傻啊 不是 其实他是为了一些客人的 但是不断演化 其实之前我想说的一件事 就是 一向香港都有反共情绪 这个你避免不了 因为香港其实就是 香港人的主体 从来都是 那时候国民党 逃亡 逃亡下来的人 文革逃了一半 是啊 有很多一部分 其实都是受过共产党气的人 很多都是 本身 他有反共情绪 好情绪 恐共 其实就是恐共 就是 讲白 你可以说 其实他不怕共产党的 有些人 我告诉你 你说恐共是假的 恐共是怎么敢跳出来说话 如果真的恐共的话 收声 他们不是真的恐共的 其实他们 如果你说 那些人说是恐共 不是啊 其实不是真的恐共的 从来都 其实他们是反共 其实他们想借外国的势力 去打垮共产党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他们其实 不差害怕共产党的 他们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们够胆出来 胡亂搞 然后还认为自己可以安全上大陆 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无比相信 相信一国两制 社长我们都说过 这些人是无比相信一国两制 是啊 其实他100%相信的 他比我们对一国两制更加有信心 101% 应该这么说 如果他这么说 哎呀 好像 你走走走走 被人捉了 哇 那为什么不捉完 这些人先了 就是了 所以我就说 其实他们那些人 要么就不讲逻辑 要么就根本上 就完全不怕共产党 其实他们是反共 但是现在他们的情绪变了 不再只是单纯的反共 而是反中 所以很大事的 其实反中的情绪 我认为是会令到 阿爷会重新审视 对香港的政策 如果这个反中情绪很厉害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尤其是在90后的人里面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那些人会觉得反中是有出路的 还有他们人生 绝大部分时间 就是在一个中国管治下的香港 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真的 我是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绪 就是他会幻想到殖民地时代有多好 我是完全不明白 可能他们香港人 像英国人说的阶级 他认为香港是高级 近十年陈云说的那套 我们是华夏正宗 那套东西洗人脑洗得很重要 而没有人去看 说什么海洋文化 你小时候海洋文化感染 喂 大家不要忘记 香港人很多都是广东人过来 广东人受的海洋文化更多 广东福建一带 不是一再去出国的吗 不是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其实广东人歧视北方人 从来都是怎样的呢 譬如香港人就会歧视深圳人 而广州人就会歧视这个花刀人 就是这样的 其实从来都是这样的 香港人都是一样的 假作山就互相歧视了 一两条村都互相歧视 其实香港岛的人连九龙人都歧视的 其实那个真话就真的是 半山底下的人和半山上面的人都不一样的 两个阶级 但是现在这批人是说我们香港人 你们北方人想吃了我们香港 令到我变得和你们一样 大家留意一下他经常说一句说话 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就是这一套谎言 如果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都挺够的 其实如果真的 如果不退后 你意思是吧 因为其实 你起码一个中国城市 你起码真正社会底层的人会少些 你去看看现在深圳广州 黑衣的数量肯定少过香港 露宿者的数量肯定少过香港 香港现在很多露宿者 是很糟糕的 真的吗?每条条都有一两个在找 社工都不知道做什么 其实他们说 社工霸了工 社工现在走出来说 说你们警察在太平地 把那些人都趕出来 刚刚有个社工在报纸里说 你这些警察多无量 收了别人的东西 把那些人都趕出来 在那里扮了事情 不是警察做的 警察没有时间做的 你常识推一推 不是,食环都不会的 食环根本就不会理这些露宿者 因为其实露宿者 从来都是很难处理的 你要用正面的方法才可以让他离开 就是要找社工去跟他谈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什么洗太平地完全没有这样的事 完全是老说的 我在尖沙咀见到不少露宿者 有些还是闹市旅游区 其实对那个使用都挺有影响的 以前没有那么多 这个我都要承认是很严重的 因为以前我都在那头住 游尖网 是没有那么多露宿者 也没有那么多乞议 现在是很多 是超多 就是 这一件事其实 我不认为是香港政府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觉得是 那些社工 喂 你们其实有没有做事的 或者只是想着示威游行 因为这些是社工处理的 是不是 如果社会上面很多乞议 或者是露宿者 其实社工是责无旁贷的 我认为是 嗯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好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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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